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次的展覽主題 我用樸素高貴 希望讓大家看見 從一開始到他今天的創作歷程中 一直有著各種媒材 他都在繼續創作著 廖老師是一個全方位的藝術家 他的一生歷程裡頭 有好幾種媒材都從來沒有中斷過 他的最初啟蒙的訓練本來就是油畫 那他是到了法國才真正去朝向版畫 而他版畫練就出來的功夫跟成就 使得他在亞洲是第一人 那他除了回到台灣來貢獻之外 他也在亞洲幾個重要的國家 都影響了他們的版畫的創作的潮流 尊才藝術中心非常的榮幸 在今年的八月份邀請到我們台灣 備受非常遵從的一個版畫之父 廖修品教授的一個展覽 那因為這個展覽其實籌備多時 由於廖教授他長年居居在國外 那麼在過去的數十年的期間 廖教授都是在國外的美術館 或是我們台灣的公立美術館來舉辦個展 這是首次廖修品教授在台灣的四人畫廊 來舉辦他第一次的大型回顧展 這次除了在尊才藝術中心來舉行這個個展以外 同時由於尊才在香港有一個分公司 就是一絲畫廊 也同時在八月份展開了廖修品的個展 我們在台灣以及香港兩地 都能夠同時欣賞到廖修品的一個藝術 從小才來長大 所以我離開台灣之後 以台灣的寺廟那種題材 因為我出國的時候 六年代 從戰後五年代 他是全世界都是在抽象的 廖老師的作品裡面的圖像或符號 其實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經常看得到的物件或者是生活用品 所以他們並不是非常昂貴或者非常奢華的物質 廖老師他的生命裡頭 他很珍惜這種很平凡的幸福 那他把它轉化到他作品中 他使用的這些顏色 比如說紅、黑、金黃或者黃 其實這些都是很容易呈現高貴的這個顏色 平凡的圖像、高貴的形式 我想用這個東西來讓大家 除了看見廖老師作品的這兩重意義之外 其實也比較希望大家去看到他 生命跟心靈裡面特有的這些態度 尊財醫師中心創立二十六年來 我們一直都非常專注於梳理台灣的藝術史 那我們可以了解到說 從一九二零年代 陳陳波的油畫的藝術史 在二戰後台灣最具備國際資歷 以及最具備這個成就的 我們應該是推廖修品教授 由於他在整個藝術創作的養成歷程裡面 他經歷過台灣以及日本以及法國 還有旅居在美國的這個期間 所以他的整個人生的一個經歷 以及他藝術的創作風貌非常的豐富 當然更難得的是他願意回到台灣 將他在國際上非常卓越的一個 綁畫藝術的一個成就 帶入台灣的整個創作藝術史中 綁畫藝術它走的是一個更極簡 以及更飽和的某一些色感 所以我們很希望能夠將這個 這條修品它的有關於台灣的 這些文化面的一些 具備台灣印象的這些圖像符號 能夠在這個展覽裡面 讓大家來了解二戰之後 我們台灣非常具備國際這種特質 以及能夠用非常台灣的一些 很深度的文化的一個藝術呈現 來讓大家能夠來了解 我們台灣這一位非常具備 國際成就的一個大師的展覽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